野球乾一杯的鳳耀斑 今天來推薦兩個優質的頻道 他們講很多歷史故事 大家可以從歷史故事裡面了解 人事物 還有現在我們要怎麼做人處事 大家可以把他帶放到中華職棒裡面 比如說不要上網 叫弟弟上網弄球員 然後罵罵總教練 然後結果後來導致哥哥沒有工作 在三國裡面常常發生這樣的情形 自己的書信被流出 就像講幹 講幹那時候就是流出 然後那個周瑜說夢話 我講講幹要怎麼樣 那個誰 蔡茂 我跟我們都在聯絡啊 讓我們打爆 讓我們打爆 小超 換了孫泉 然後就講幹就相信了 就把他帶回去 結果導致赤壁之戰 所以我們從那個 英雄說書還有說書跟柳玉的故事裡面 我們就可以了解到 我們在中華職棒裡面 應該要注意哪些事情 然後我們在現代 2020年的現在 的單人處事 應該要注意哪些事情 推薦這兩個比較 從歷史裡面 學習新知識 野球乾淨盃 誠摯推薦您 共免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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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雄說書的說書人阿瑞 好 大家好 好 來 請看來 我是說書人柳韻 平常都在講西元兩百年左右的事情 對對對 沒錯 今天到兩千年後 兩千年之後的事情 小時候就在看棒球 大概是職棒三年的時候 差不多 我四年 小學的時候被爸爸第一次帶去棒球場 看兄弟 就從此為抓咪 所以爸爸是兄弟名 應該是 應該是 他現在不是 我也是那個最早是兄弟 然後後來不是 那個年代小朋友都看兄弟 比較叛逆的會看其他隊 那你有覺得你爸爸比起其他棒球 就是特別激情嗎 我爸說不定在看這節目說 我這個不是像你 我爸崩潰了 他應該是衛拳 那你爸爸是衛拳 可是帶你去看兄弟 爸爸是不是怕 帶你去看衛拳的比賽 怕你不喜歡棒球 他很不喜歡 發現我們還沒開頭對 對對對 掰掰 掰掰 你知道劉錶那個故事嗎 那個結果我反而沒聽過 劉錶他很喜歡巴底 所以他們說我的兒子都很早死 都說是被劉被害的 其實不是 不是不是 劉錶被他害 劉錶有跟他喝完酒去大便 大便完 那我大腿這邊怎麼有醉肉 啤酒腿 我平常都騎馬 沒有醉肉 劉錶很喜歡喝酒 他你的酒杯就有大中小三個 他物下 比如說你喝這個大杯 你喝不完的話 劉錶就會拿那個棍子戳他 真的 我平常太容易忽略掉了 張哥哥好厲害 其實我一直都有在看 因為我本來就是一個喜歡張哥故事的人 基本上都會看索書這樣 一邊做事一邊 其實我也一直都有在看 真的啦 這樣很像我在學你說話 但我本來要講的是說 其實我也是 本來就有看棒球的人 然後我忘了我是在 當有野球感應杯這個節目出現的時候 重拾了我看棒球的熱情 大家觀眾一定很多人就是曾經不看棒球 兄弟的應該都知道原因是什麼 2019年之後就不看棒球 突然我 怎麼裡面一堆黑人 我自己小時候一開始看棒球 打開電視就看到轉播 然後那時候是衛拳龍的比賽 我沒想到有人投球就是可以那麼帥 然後這邊大家一定會 你要講英俊人 一定會 張健發 誰 誰 張健發在那一年才被重用 所有的農民都是買頭問號 我以為是王牌 這麼帥一定王牌 我先認識張健發再認識黃平亞 衛拳換了一個總教練 日本傳奇教練 他看了衛拳的時候投球 台灣的選手應該是張健發最好的 所以他會把張健發拉上來當選發 我是那個教練思維 他一場就知道他是王私個人戶 他有一場玩瘋 結束的時候 他說我月星才六萬 你們期待我做什麼 有 我都想起來 怎麼怨恨 看到張健發還會想繼續看棒球 其實 堅富一名的小朋友 真的真的 剛剛後來為什麼開始看陳戴發 衛拳開始 後來變兄弟名 然後有三三五 大部分支持兄弟 可是我就覺得陳戴發 算是本土球員當中 就是揮棒比較好賣 職棒八年那個時候 就課業比較重 應該是那個時候 我開始漸漸不看 有趣的是 當我回鍋再當棒球迷 那時候是Rnew剛加入 然後一轉開電視 彷彿我沒有離開過 這次我完全忘記了 中華職棒完全打擊 就那幾次 有兩次是陳戴發 而且是跨聯盟 結果你還是忘記 因為帶過三三五的 比較容易被忘記 那時候改名三艘小福隊 現在就是大家都還記得 就改三 那時候整個架而已 大概就是闖到要死 那個山上這十年來 只拿過一次半球 只要一球就打走 那他來我滿有誠意的 難怪他倒 我有到過台北球場 那個時候我就覺得 台北球場好危險 小學生都會有這種感覺 因為龍蛇雜組 對 千萬怕我被推下去 大人都喝醉 你知道路有動詞骨嗎 台北球場是路上有排骨 台北球場是路上有排骨 我好奇 因為從台南看 你有覺得特別喜歡的地方 台南的球迷很熱情 然後球場就是 他是原本的 台北市立棒球場的建築 不要修飾用死 掛了很多現代科技的東西 台南球場的感覺就是 讓我覺得 齊敵爵 可是全身穿最新的賽車裝 他的味道啊 坐著那個味道 在廁頭正上方啊 所以我那地方都沒有味 不是那個味道 棒球這種東西 他有很多神奇的記憶 這樣棒球還有什麼魔咒啊 打棒球的人比較迷信 打棒球的人比較迷信 不安打啦 完全比賽啦 不能講 從六局開始不能講 就是投手一定知道大家都說 知道不能講 所以 每次看到他的隊友是很遠啊 然後投手一個人在裡面 對啊 哪一個歷史人物真的超級 我講阿斗好了 阿斗就是劉備的兒子 我覺得做一個簡單的歸納就是 劉備是喜歡把命運 交在自己手中 那阿斗就是 隨時可以把命運交給上天決定 最有名的就是 俗漢快要亡國之前 衛國大拳要過來喔 然後阿斗他聽了那個黃浩 黃浩就說 鬼神那個鬼屋跟你算過了 敵軍不會打過來 突然睜開眼睛 那個人家就殺到眼前了 我相信沒有到這麼誠 只是鬼屋這件事是其中之一 就是他判斷了其中一個依據 四川人比較迷信 而且他是四川人 四川人 我這邊想到的 我們打仗 其實他就跟棒球一樣 士氣很重要 怎麼樣去拐氣 爬種跟龍種 對學一下這個故事喔 學一下 以前將軍打仗的時候 他為了要讓這個士兵有士氣 他就會跟士兵說 老天爺站在我們這一邊 然後怎麼證明呢 他們就會拿一把銅錢 然後往天上撒 丟了之後 哇撒下來全地都是正面 然後將軍也沒有停留 就跟大家說 我正面衝啊 我們回來再看 然後全部衝出去 然後打勝仗 回來發現同地兩面都正面 國代的人這麼好騙嗎 那如果現在的話 大家就上網說 我們幫軍昨天撒了一把NB 騙誰啊 我覺得天辯也是拐氣的方式 開玩笑 我大諸葛紅中 兄弟迷出來了 這個是我覺得台灣總教練 可能國際賽當中最威望的 因為他真的有讓我們贏球 台灣的博球就是贏球 台灣國的博球就是贏球 有什麼相似 其實你跟講說威望也蠻好的 就是可以整合一些 因為其實一個隊裡面有很多不同聲音嘛 諸葛亮就像這種整合內部 他童中也是啊 他只好可以壓迫這些 我覺得他整合內部很厲害 諸葛亮他就是遇到啊 有一些那種不服從他命令的人 他就會把他冷凍起來 童中也是啊 那時候三國是誰 李妍 他月薪有70萬 那你現在還不能轉讓 沒有人想要李妍 打電話問孫全說 喔 這邊有個李妍 他說喔 這邊沒有缺外野手 哪些球員有點像你的歷史 我今天戴帽子嘛 基本上台灣人打球 沒有人不看風哥的嘛 台灣對日本 亞錦賽嘛 打打比修 那時候我記得有一個前情提到 是我們那時候 因為他有護搖什麼小組的 賽前就在說啦 我們必須贏日本還要贏兩分 然後覺得喔 這就是一個強敵啊 你在那邊賽前規劃說 我們要贏他兩分 不可能發生的事嘛 對應到三國的人物 我第一個想到陳新鋒 像關羽 衛國有一個記者很有趣 他們曾經講過一句話說 主漢是小國 名將一個人而已 所以關羽 那我很忍不住心在想喔 如果日韓啦 賽前在做一些情說 他們一定說 那個小國 名將只有一個人 叫做陳新鋒 把陳新鋒那張卡抽出來就好了 所以現在不用看 陳新鋒棒打打比秀 這個 我重播N次 我最常重播的不是那個 在轉播 非常高清楚的那個畫質 我很愛看另外一個片段 youtube上被刪掉了 有沒有可以找到的話 可以留言幫我找一下 就是一個朋友們之間拍的 錄那一段說 拜託喔 拜託喔 然後講了好幾句拜託喔 對就是一種 其實我連相信都不敢相信 結果他打出去了 一度讓我們覺得 我們要贏日本了 我們明明知道 俗漢打不贏衛國 我們很難贏日本 但他就是一個 給我們創造奇蹟的 期望 現在有一個兵師啊 會被自己很特別請客 大王嗎 就是送兵去日本 我自己是 其實有想要另外一個 陳新鋒他是 旅外的經歷 但就會有人說 恰恰他好像相比之下 內斂一點 對然後 當那個球員工會會長的期間 作風沒有讓大家覺得 那麼衝撞 對對對 沒有那麼衝撞 歷史上 也會有很多 跟他們一樣的 就是同樣都很有才華的 他們在國家大勢上面 他選擇不同的路線 像蜀漢 他有一些人可能是 反對北伐的 廢宜 穩重派的人 這樣應該不會 讓野球乾一杯 大家都是球 我後來發現一件事情 棒球喜歡棒球的人 他會跨越年齡族群的隔離 剛好我老婆雖然不看 可是我岳父大人很愛看 剛好前陣子走冠軍賽 遙控器拿起來 轉上去之後 那個整個親切感就來了 要先知道支持哪一隊 先聽他講 喔這球厲害 基本上跟著黃的叫是沒有錯 因為今年不是剛好那個 兄弟的兄弟雙翔袍 就是岳父大人在line上也很開心 後面就沒有聊了 後面就沒有聊了 Yo 野球乾一杯的朋友 在乾杯之前 記得到Animo運動吧 訂閱還有按小鈴鐺 開啟你美好的飲酒未來 Drinking Cheers Cheers Cheers